吕公端着一碗饭菜 站在吕梁身前 他用勺子送了一口饭 到吕梁嘴边 吕梁低垂着眼 不张嘴 不看他 没有表情 没有反应 装死狗是不是 我塞也要给你塞进去 你给我吃 你以为装硬骨头 就瞧得起你了是不是 你以为能扛打 就没事了是不是 你以为死不承认 这件事就能这么过去了 是不是 说话呀 老爹 爷爷 因为你他们在村子里 已经抬不起头来了 不会更糟了 你现在唯一能救赎 一点点罪过的方式 就是把那天发生的事 原原本本地告诉大家 至少让族人知道 小欢到底是怎么死的 那天的事 我不是已经告诉你们了吗 我说了 我一开始就都说了 你不是已经反复问过我很多次了吗 你也是觉醒的人 我有没有撒谎 至少你分辨得出来吧 我的记忆 你们也复制去了吧 怀疑我这张嘴撒谎 那就去我的记忆中确认 这 就是你能硬撑到现在的资本吧 小欢死后 你就是最强的明魂术使用者 你明明知道 彻查一个人的记忆 村子里现在除了你 也就是我能勉强做到了 但不知要花上多久时间 那至少 你能确认我现在的态度吧 我现在被封着 根本无法使用明魂术犯抗你 来呀 看我现在有没有撒谎 来呀 小欢以前对我说过 那是年少的时候 作为同一只 吕欢和哥哥们的感情一直很好 有一天天气晴好 小吕公将右手放在小吕欢的头顶 用明魂术玩弄 吕欢 你哥吕公是不是个大帅哥 是 是 实话嘛 何如能够聘子 我哥吕公 不光是个大帅哥 他还有三个脑袋 六只手 八只脚 十二个鼻子 二十只眼睛 三十个 等等等等 怎么回事啊 你 你怎么办到的 就你的角度而言 刚才居然没有撒谎的迹象 而且我也感觉不到 你在用明魂术抵抗我 我没有抵抗 也没有骗你 站在我的角度 刚才说的都是真话 怎么可能 你知道吗 哥 我越来越觉得 我越来越觉得 提取记忆 通过精神的波动去测谎 这些东西对明魂术来说 简直是皮毛 这些蓝色的手越来越有力 越来越灵活 以前在精神内无法触及的地方 现在他们都可以轻易地去触碰 最近我甚至找到 在精神的领域里修改情绪的方法 就在刚才 我在说谎的同时 把自己的精神调整到了 讲实话的状态 我管这叫做被动的情绪 这 还能做到这种事 这也太厉害了吧 不 这还不够 被动的给予情绪还不够完美 这等于是环境需要的时候 我自己骗了我自己 需要说谎的环境一旦消失 谎言还是谎言 如果让我在大脑中找到那里 如果我连人的认知也能够操纵的话 我就能在主观意识里创造真实了 那才是最完美的欺骗 在意识里创造真实的认知 那你这几天郁郁寡欢的 就是在愁这个事情吗 别担心了 你一定能做到的 全村没有人比你更厉害了 我不是因为这个 那是怎么了 哥 如果我真的做到了 你不觉得我很可怕吗 我 怎么说呢 我说不好 我很想了解一下那种境界 可我有点怕 这 这有啥可纠结的呀 我是办不到嘛 我要是能够办到做梦都能孝醒他 你是担心自己用这么厉害的能力做坏事吗 怎么可能 要是吕梁那个白痴 我倒是会担心 你可是小欢啊 能力就是能力 能力是不会改变人的 真的 是我想多了 真的真的 小公 小欢 我们不上课跟着干嘛呢 快点 赶你们上课了 连小梁子今天都没逃课 真是 来了 张老师 吕梁 在能力上我佩服你 真的 我佩服你 你也能达到这个境界了呀 修改自己的认知 吕梁的故事让吕梁疏然一惊 而吕梁紧接而来的推测 更是让他瞳孔皱缩 吕梁瞪大了双眼 仿佛第一次认识吕梁 你是疯了吗 吕梁 你脑子里除了冥魂术还有别的吗 我是个人 不是个只会用术解决一切的机器 你们 你们到底要我怎么样才能相信我 太阎 周勁 是 这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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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